今天糊了个玉米饼 下面跟玉米薄脆一样 有点锅巴的意思 咬一口嘎嘣脆 真的特香 现在准备馅料 4个鸡蛋加一点盐打散 在锅里倒点油 放一把虾皮炒香 颜色炒到微微发黄 就可以倒出来了 再倒一点油 将鸡蛋炒熟 炒好的鸡蛋加虾皮韭菜 然后再加一点蚝油 香油 喜欢白胡椒粉也可以加一点 白胡椒粉然后拌匀 馅料就这样直接吃的话 也特别的香 再250克玉米面加1比1的清水混匀 然后电饼盛或者平底锅薄薄的抹一层油 再倒入玉米面把它压薄 尽量薄一点一会烤出来的饼 就会特别的香脆 糊这个玉米饼只需要单面锅 所以我把上面的锅底卸掉 按键可以随便按哪个键 大概糊5分钟左右 水分干了之后下面就会 吱吱响有香煎的声音 然后开盖倒上馅料 铺上馅料之后可以不用盖盖 再煎3到4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从切下去的声音就能听得到 下面是嘎嘣脆的 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锅巴一样的 看一下下面的饼是特别的薄 一口嘎嘣脆 然后上面馅料是又鲜又香 真的超好吃